俄羅斯的駕車者星期日將他們的汽車覆蓋白色的物件 在莫斯科遊行示威抗議總理普京可能重新當選總統 組織者說多達3000架汽車懸掛白色氣球、絲帶等裝飾物件 在環繞莫斯科的高速公路花園環道上遊行 沒有駕車的人就在公路兩旁揮舞著白色的手帕 而莫斯科警方說只有300架汽車參加了遊行 反對普京再次擔任總統的人將白色作為他們特定的顏色 他們說星期日環繞莫斯科的遊行是為了向公眾告知 他們希望下星期六舉行大規模的反普京集會 下星期六距離3月4日總統選舉剛好還有一個月 俄羅斯政治專家認為普京將輕鬆獲勝再次當選總統